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今天代表台大风险智慧 就是这一种重新 所以不行是这样的一个 三年的这个 不行的专业练成的一个报导 做自己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是一个四百页的报导 所以很用办法做非常详细的讨论 但是大概一架后 也可以带出一个重要的 看台湾的发展趋势 即使中国华会有一个 好 那我 我会跟几个面向来讲 第一个 季后是不是还是一个灾难系的问题 季后灾难 季后代不是 第一个台湾在东洋的位置 尤其在东洋的 经济跟社会的保障 第三个是台湾情细面临的 一个性质性的关系 我刚刚其实我也听到 我关台湾情细面对的 合设经济的有关系 跟所谓一旦经济的一个 社会发展曲线 我们通常在学队之后 应该是曲线 社会设计 这样的曲线 那第四个 我会稍微讨论一下 台湾在高昂高昂的转型 这样过来 然后 合体到 这个气候变迁 其实已经不再是 在一个环境里面 而是它是一个 新的市场经济 新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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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障碍 台湾的产业界组备好 台湾的社会组备好 台湾的政府组备好 这是下一步 那我们在这份报告里面 对政府的建议 这是今天主要 最后一段时间 最后三分之一的行为拉到 什么是前台湾跟 群组备好 我相信这里 现场有非常多的同仁 甚至在观看直播 同仁 非常多是引起时代 大家都非常关心 台湾不是只有这个 而是台湾 所以会来算2031 想要客人会来算2031 98 到底是 然后内容转型 这气候转型 改身经济监制 我们应该 来看一看 所以大概都这几点 来 来 那如果有空的话 我们看一下 我们今天 在网络上 原本有做出了一个 决策者材料 可以达下来 那现场我们可以说 还有一个关键讯息吧 那我们全程文版 也在 在昨天下午六点上传 各位都可以 好 我一直在讲 台湾 或是全球在面对的 所谓的 能源转型 是一个三螺旋律 第一个我们面对 国际垂直的 绿色风格的压力 第二个我们面对 社会选择的压力 越来越多民众要求 更干净的东西 更干净的制造 那我们今天一步 有三个 我选的 第一个是能源的安排 第二个是产业的转型 第三个是风路的转型 能源 我们使用 什么样的能源 使用NG 使用COVID 使用Nuclein 使用Energy 都牵涉到能源 碳 能源产业 跟能源产业 跟能源产业 这样的一个发展 第二个产业 台湾有非常 这个 吃重的这个 高氧 跟高排胆的产业 它对台湾的 排胆的产业 非常多 这对台湾在转型 到下一个世代的 这个产业的时候 影响得很大 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 我们来推动 看第三个是风路的制 这三个国险业的运动 其实就是我经常在讲 是一个 国际全职压 一天是会选择的样子 事实上是念在一起 这个运动 指压得到我们 最后期待 好 这是2015年 加州就去拜 今年也在烧 然后这一张 这张像魔剑一样 Dynamic 非常漂亮 烧的非常漂亮 可是它是一个 气候的在那里 一个展示 这运动在2015年底 白米奶分析 这都是 那这个 美国的NASA 对这个有关 西欧部的一个观测 对经验的一个观测 这个对舞蹈 搭起落成的观测 这个是对 所以2013年的这个 海燕台风进行的 然后这个 2015年 往日本的景点 河沐山 然后这个 工学 这都可能都在台湾发生 最新的上 我们已经进行 湾西的这个 海空 受到台空 电子台空的重创 那前两三个 运动 它是被台湾支持的 日本 是有些多 这样的强商品 对不对 我们投入了8年 814属工学 到底不是效用 我想这个是我们 这个报道是哪 而是我们怎么看待这样的问题 第二个 我来看待 我们来看待 台湾在全球的这个位置 我刚刚看中 中国 贡献了98亿多的台湾 但是全球是1.5 日本贡献了12亿的台湾 韩国贡献了6亿多的台湾 但是全球是1.7 台湾贡献了2.7亿多的台湾 那我们的人均台湾 在这一两年大概都是10.8亿 但在一千万能够以上的国家 我们看1.8亿 所以如果说全球要起动 看关税的时候 这个对台湾影响正确 那我们经常贴助的韩国 是我们的竞争队 那如果我们来看台湾的一些制度 跟政策做事 我们其实是需要的 好 那我要来看就是说 面对这样的一个新闻的灾难 其实它真的不是这个灾难 它是台湾面对的一个新型态 和气的进步 这样的进步 我们从第一家来讲 我们常一起习惯 如果会在太盛场去 会不会到一些打折百货工程 我们常一起习惯第一家的环境 第一家的环境 第一家的环境就是 过去曾经给台湾很好的制造物 但是第一家环境已经长起来 造成很运作过 包括第一家的肥药价格 第一家的荣耀价格 使得我们的农运 撒更多的肥药 撒更多的荣耀 那台湾也是安全的 造成人家的荣耀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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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家的荣耀 也就是民养国 然后谈第一家的肥药 这个概念就是谈所谓的 合设性的概念 第一家的濃烈 第一家的水 第一家的劳动性质 第一家的土地 跟第一家的肥药产 使得我们缺乏 原胖创新的作用 我们缺乏 这个高附加价持的 这个产品的竞争用 我们现已为例的制造模式 我们产链 套路制造 长期以来习惯都行 这样的架构底下 同样的一路 就是我们过度依赖 而各位知道 台湾有98%的能力 我们也常常习习惯 这样低新的一个 劳动环境 我们这样也使得 我们的这个 这个能源耗用 使得这个环境 高度成长多高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 是到2025 台湾已经进入了 所谓的超高领益社会 超高领益社会 我们势必要比进 高阶人产性 到时候我们还是一个 低价的环境 高阶人产 他是不会到来 他不会到过去 他不会到过去 他可以迷你到东京去 到香港 到新加坡去 到上海去 所以这样的一个 合涉经济的一个模式 这是纪彭时报 两天最新的新年 这个是去年的 全球的电键第三次 公共银铸台 是最大的第三次 工业建架的能力 那这样的环境面临说 我们从全世界从2010年中 开始发展所谓的历史自动物革命 历史自动物革命的内涵是什么 就是以人为本的这个特性发展 数位 AI 3D 电影 自动驾驶 新能源 互联网 这些都是需要环境恶善 制造恶善的一个环境 我们过去还在这样一个灾难 依心 互相不信任的架构之下 如果历史自动物革命争取的是 竞争的是国家的品牌 国家的创新 我们台湾其实这一部分是便宜 这是我们要看的 台湾在国际上的形象到底是 刚刚三个边同行台湾的问题 东西讲说台湾最美的事人 台湾最美的事人是没有用的 因为我们的形象是灾难 我们的形象就是打架 我们的形象就是低阶的产品 如果这样的国际形象没有改变的话 我们产品出生在国外 我们要有高价的产品 使人家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你们的国家形象就是这样 所以整个台湾必须要面移一个 很大的灾难题 那这有灾难题 那这有灾难题 这是我们就是 我们主任他们这个场景 科学家产品做的西游变先的密集 那这是西游水灾 大家知道 周困包了三十粒 一个月开放以后 甚至能毫掉 这是非常深刻的事情 OK 这是八八公灾 这个是营养大雪 入队外的时候掉下去 这在抽雪 这是去年八二三的水灾 台湾的水灌 台湾环境的灾难也很便宜 台湾的环境都化了 我们难道不去 这都敢他吗 让我们下一次事态 有新的发展困境吗 现在2010年2011年 虽然政府在1998一次全国免合 2010年2012年跟多少的经济永迅发展 可以跟多少的全国工业 可以都说 我们的排碳 我们的能源套用 都不要超过多一系列的水准 我们的乙烯 实际上乙烯都只要国内使用 但是2010年还是正台 可以到台湾倒好 这是一个八头 这是一个八头 这当时有非常多的辩论 这样的架劃使得台湾 1200年2011年 在财境 这个重点之下的事情 我们开始思考 什么是核设的能力 什么是核设的精策 什么是环境的这个 世界的正义的力 这是 台湾工卫宣2017年 对彰化大城乡 台湾工卫宣装 这个夏天宇宣装 我们的时候 这个六星的 台湾工卫宣装 台湾工卫宣装 好 那这样的架劃 我来讲不会实际是能力的 我来讲是整体 整体社会 这样的取向 因为这样的第一架的能源 支撑的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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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长期是在 长期的第一毛链 是一架竞争 但是台湾 一定明确是具备 韩性 凡数学型的外部 都不是 但是这样 只能受到区域绝绝绝的 假承承 我会知道 我们的厂商 Turnting 进来台湾 整个厂数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做的专心 要是就事不上 大陆是 有机会想说 在Turnt Out的族群 所以我们才可以 通用的话 我们可以多去个实力 这样的架构 事实上如果台湾 在目前台商回流 过去台商 每年直播只够100亿 回来台湾同心百亿 现在每年会同时 近3000年 是不是台湾 必须要重新审视 跟检讨 跟真正来确认 台湾实际上 要是否太多 而且面临第四次 工业革命 如果我们还是在 再讲比如核资经济的架口 核资能力的架口 实际上 我们是没有办法 在竞争 我们社会 还是在这样的状态 因为我认为说 台湾不仅是 这样的一个 经济跟科技 受到严峻的转型跟局部 我们在很统 在社会 在环境 在健康 在气候 在气候 都必须要来做 那我们今天 看到总统大选 很可惜的 各种议题都有 这是连续建设到 在很重大的运动 那当然 我常常来讲就是说 台湾是事实上 政府的转型持续 产业的转型持续 社会的转型持续 因为我们常使 习惯这样的 很多事 那这一期天下 在很多年前 提到我们设计 资源稀少的国家 反而是这个国家入去 台湾是不是资源稀少的国家 那台湾过去 事业的稀少 去过渡的耗核资源 以耗核资源来做 我们产业发展的代表 各位可以看到 瓶颈已经出现了 污染已经出现了 新年事态 不要低新的环境 产业已经出现了 这就是我们到今天 最大的一个瓶子 我们能不能在 逆积中造成大 我认为台湾有没有失望 这是台湾 台湾 只是为自己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好 我经常在讲是说 如果我们过去 从1980年来将一个 所谓的低价的环境 所架构出来的 所资深的出来的 制造业跟产业界 对台湾 台湾景色 这个非常有贡献 从1980年 可是到了现在 这样一个社会发展曲线 已经从2000年中 开始发展的一个 全球的低碳经济 跟低碳社会的曲线 落差会越来 2011年 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 第四次工业革命 一个新的转型 可以看到像AI 数位所带来的 它会加速这样的发展 如果说我们还习惯 在那边辩论 有些的问题 我们的落差点就是会越来越大 我们没有办法 对下一个世代的明星 下一个世代的这个 我们未来的基础 做这样一个交代 那我们要看到 这是台湾的面对 我们要看到全球的问题 好 那再来另外一块还是来看台湾内 你们稍微来分析一下 这是数据的问题 我想也有点困 但是我尽量把它说一听 台湾有这样高浩米高排碳的产业 它当然过去对台湾的攻击 这是台湾各个部门 工业部门 能源部门 运输部门 服务部门 这个家务部门 台湾 台湾在1990的时候 碳海大概1.3亿度 到了2016-2017升高到2016-2017 那各位可以看到 工业部门跟世界各国 大部分主要国家 台湾贡献都是全球 但在工业部门这一块里边 刚刚这一块就是工业部门 各位可以看到石化业的台湾 占的是最隐隐的地位 我曾经在2012年有一篇国际期刊发表 就是台湾从1997、1998、671起、672起 一直到2007年674起左右的碳排增加 石化业的碳排增加 就引领台湾工业碳排的增加 它升高的高高低低 那这个引领工业碳排增加 就引领全台湾的碳排的增加 那我要讲的是说石化业的确在1980年代 对台湾有强大的经济贡献 三分之一的外销 三分之一的制造人口 三分之一的总产值 可是如果你不转型的话 我们来看下一张 这一张是比较石化业跟电子业的碳排 各位可以看到石化业的碳排 到了2016年底 石化业碳排大概是占17%左右 它20年来GDP的贡献都维持 而且这是广义的石化业的GDP的贡献 都维持不到4以上 都在3点多以下 然后ICT的碳排 它的碳排到2016年大概是占9%左右 逐渐拉高 ICT对台湾GDP的贡献越拉越高 但是当然大家也在警示一件事情 台湾的外销导向过度依赖在电子业 是有危险的 是有风险的 这是一个事实 那重要是如果你去比较这两项 在2017的全国工业的科技产业的白皮书里面提到 石化业它的附加价值低 它的研发创新密度也是全台湾最低的 所以这样的产业要不要转型 因为它带动了 它贡献了台湾非常多的碳排 所以如果这样的架构不改变的话 我们未来总体对台湾的国家的派碳 对所有产业的外销是有影响的 再看下一张 这一张是 这一张是说石化业跟电子业的用电 各位可以看到石化业的电力需求 大概是14 12%左右 它的GDP跟刚刚一样都不同 都超过大概3.4% 长期以来都是这样 电子业的产业用电足足上升 各位知道台积电现在的5nm也开始往上升 但它对GDP的贡献也是拉高 这里就有一个有趣的问题 到底我们需要怎么样的产业模式 我们需要这样的产业模式 它需要用电的时候 它需要什么样的电 它需要什么样的电 是需要低价的电还是需要使用某一种类型的电 就足以攻击它 这是我们台湾内部需要来检讨的 各位可以看到这一张 最后一张数据图 大家辛苦一点 就是石化业每单位耗能的产生的GDP 长期以来大概就是64块 65块 50几块左右 电子业的每单位耗能产生的GDP 解解的拉高 各位有没有一个想法是说 我们能不能把这样的用电 石化业用电挤压到电子业用电 这是可以发问的问题 大家怎么解答也有不一样的解答 我要讲的就是说 事实上台湾事实上需要面对这样重大的高耗能 高排碳甚至高污染的产业的一个转型 我们刚刚只检讨到用电跟排碳 大家知道石化业的确它在某一个程度不转型的时候 它对环境污染是很大的 如果各位曾经到其他国家去看 到德国去看 到瑞士去看 他们石化业是相对非常感情的 好 我要讲的就是台湾内部的问题 现在我们来看国际的问题 气候不再是灾难 气候是不是一个新的经济典判 气候威胁 各位看到这么多 对全世界带来这么多的环境跟灾难的议题 但是气候的变迁跟能源的议题是混绑在一起的 这两个议题使得全球已经往低碳的经济 低碳的市场跟低碳的社会 跟循环经济的面向去走 这是全世界已经在启动的一件事实 那能源转型也会有产生能源效率 能源的服务业 智慧电网的经济跟再生能源的产业 也就是说气候变迁 过去我们都把它视为是环境的议题 事实上它也是一个经济的问题 这样一个经济问题 它往下走的是一个低碳社会的行为模式 低碳的技术 低碳的市场 各位想想看 假设我们的电业自由化过了十年之后 各位现在坐在台上就可以拿出你的手机 操控你的APP 把你家里的电转卖给一个私人公司 这个是国外已经都在发生了 那我们智慧电网 在家户的智慧电网部件太慢 这也是一个事实 所以我要跟大家报告就是说 这是全球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势 在这样一个发展趋势 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全球的发展趋势 就是刚刚我们在记者会也报告过 全球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甚至有2020年根据COP21 有要求各个国家在明年 要提出减碳具体的政策跟汽车 各位可以看到有65个国家 已经提出2050年的净排望的目标 有100个城市提出了2050年 也是城市净排望的目标 也跟各位报告 我过去带领的国发所 我们在上个月27号 我们的再生能源太阳能板终于通电了 是台大第三座的建筑 再生能源通电 我觉得对台大感到有点羞愧 这个是这么大的一个校园 碳中和的速度这么慢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是全世界发展的一个趋势 各位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就是 再生能源统计的趋势 我们先看下一张 这是全球的一个RE100的 一个initiative 它在他们的要求底下 全世界已经超过200多家的产业 承诺未来要使用百分之百的再生能源 各位可以看到台积电 我们大的电子厂 甚至未来台商回流的厂 在全球生产电的架构 都会被要求 你要使用更多的绿电 它不管你要不要使用其他电 它就是要绿电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发展趋势 跟新的要求 如果这个部分我们做不到的话 我们来看这一张 这一张图是G20 加上泰国 加上丹麦 加上台湾 总和 我们看到G20的主要国家 它的再生能源发展都已经到10% 甚至20% 甚至30%左右 在亚洲 比台湾超前的 有日本 有泰国 有印度 有印度尼西亚 甚至南韩 中国 我一直以为南韩的再生能源发展比我们慢 我错了 我错了 那这个是 台湾在2018年 风跟光的发电 是2.97% 那蔡总统今天去苗栗 这个启动 苗栗 这个离岸风机 二十几座离岸风机的商转 如果 那根据我们最新的统计数据 到2019年加上水利 台湾的再生能源只达到5.65% 所以我们在全球的竞争态势底下 如果世界各国有这么多的企业 已经进入了这样的一个新的市场 要求用电的绿能的市场经济形态的时候 我们其实会产生转单的效应 这对台湾是一个威胁 各位可以看到 无论是食衣住行娱乐 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企业 都承诺要使用百分之百的再生能源 这是我们台湾不可回避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来问一个问题 那这个是全世界也有这么多的国家 115个企业集团 他们已经承诺在他们的供应链里边 要采取减碳的措施 这些无论是减碳或是绿能的要求的幅度 一定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快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 另外一个重要的发展 就是我经常讲说 这个是比COP21更大的力道 欧盟的新等等的主席 德国前外交部长 他现在已经要求 要将2050年欧盟的气候中和 就是气候 就是不排碳 这样的一个架构 镶嵌入欧盟的气候法规 第二个他现在要提升欧盟在2030年温室气体减量 从40%拉高到50%以1990 第三个的影响力道最大的就是 他现在你采取碳关税 对高排碳高耗能的出口的产品产生碳关税 那台湾作为全球的生产链 台湾作为全球的出口经济体 如果我们没有赶快做这样的一个预防跟防范的话 我想影响的程度会非常的大 也就是说 我经常在讲说 如果我们台湾还在核色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典范 核色经济这样的一个包裹里边辩论五缺 还在辩论是说我们要不要使用核电 然后我们继续享有这样的低价的东西 事实上支撑的是没有高附加价值 没有全球竞争力的东西 我们事实上是离低碳社会的发展曲线 低碳市场 高附加价值 高社会共善 环境友善 会越来越大 我们到底要交给我们下一个世代怎样 我经常在想到2050年的时候 到底我们几岁了 各位现场很多来宾 如果是20岁以后你想想看 2005年你是50岁 我们如果现在现场有同仁 有小朋友现在是2岁3岁 2005年你的小朋友大概是32岁33岁 当他在年轻的青壮年的时候 台湾 2005年台湾这样的差距越拉越大的时候 我想输出的可能不会只是台劳 我们必须要重新来检视整个台湾发展的曲线 在这样的一个内部的驱破跟国际的架构以下 我要问三个问题 就是台湾的产业界准备好了吗 台湾的社会准备好了吗 台湾的政府治理准备好了 我们来看台湾的产业界 我们的能源密集度还是偏高 比较其他个我们的能源密集度偏高 这是2017年的统计 刚刚我们看自由时报 应该是2018年的统计 我们的住宅店价 我们的工业监量太低了 所以我们一直呼吁说 低的店价是阻碍台湾转型最大的一个问题 我想非常多的不一样的同仁 不一样的专家 不一样的领约专家都认同这件事 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好 我在2015年底曾经到中刚演讲 中刚的处长告诉我说 老师我们有投资深知能 可是我们每发一度电我们一定赔钱 为什么 因为我们店价太低了 简单来讲就是 当你没有一个电力价格的曲线的时候 事实上你是启动不了再生能源的发展 那为什么我们长期是在这个架构底下 就刚刚提的这些问题 如果我们继续享有 继续以五缺的概念来思考 缺电缺水缺工缺土地缺人才 用这样的思考来看台商回流的话 继续享受环境成本外部化跟低薪 继续享受低一点的价格 低的能源效率的环境 然后在所有的产业跟所有的社会发展里边 都缺乏二氧化碳减碳的标的 把气候变迁只视为是环境的议题 只视为是阻碍经济发展的议题 只视为是能源的议题 我们就错了 我今天来跟各位报告 就是我们这一个报告书里面所要提到的 整个能源转型跟气候转型 的确是一个长程工程 可是这样一个长程工程 就必须要让我们去标的 什么是我们未来社会发展的region 我们20年后30年后发展的region是什么 这个待会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如果说我们产业界继续发展这样的话 根据我IMF对台湾2015年的估算 台湾对Puzzle Fuel的补贴达到1.1兆元 我们中心的计算2018年 台湾的电力系统因为排碳跟空屋 原生的外部成本达到3000亿 这些都是政府补贴带来的这个 支撑的这个合设经济的架构 我们还需要这样的架构吗 各位会从我的这个语言里边 一直听到这样的一个语言 这是我们中心前年统计出来的 台湾十大的温室气体排放的产业 台数集团十大里面占了十大 那在台积电呢 在这个十大里边 只有台积电采用内部的探定价 就是我们的产业界离国际的发展也太慢了 太慢了 太缓了 那这里到底有什么样的因素 各位可以看到 那我们目前只有陆陆续续 只有一些企业加入了内部的探定价 加入了R100的再生能源倡议 加入EP100的能源生产力倡议 只有15间企业加入了气候揭露的这样的一个倡议 只有9间企业加入以科学为基础的这个 简碳的这个检视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的那个发展 我要讲的 那这是几个产业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产业界离这个全球的发展还这么远的话 我们真的要问一下产业界 到底我们准备好了吗 那 那这个报告 这个短论主要是在谈 台湾其实非常重视数位的发展 台湾非常重视科技的发展 台湾过去都是以科技之国为导向 所以我们现在非常重视AIoT对台湾未来的发展 可是如果只重视AIoT 而缺乏另外一块对于气候减碳的 这个另外一股重要的力道的时候 AIoT要起来是很困难 因为你要发展AIoT以人为本的科技 它本身是要跟环境友善 跟这个人道友善 这样的一个社会 所以我认为是说 我们必须要重新来看待 如果AIoT跟气候减碳能源转型 是全世界最强最大的两股上位的潮流的话 我们不应该只放在AIoT 我们应该还是要把 赶快把气候减碳的因素 纳到我们的整个社会发展的架构 纳到我们政府自己 发展的架构 我们的企业界的朋友已经感受到了 因为在所有的 新的社会企业的责任的报告书里边 一定会被问到 你们有没有碳揭露 去年也很明显 在桃園我们就不揭露这家公司 它是一个有关营养品的公司 当他在召开股东会的时候 外资第一个举手提问就说 请问你们公司有没有进行碳揭露 没有 所以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事实上我们的产业界已经 这股压力已经越来越强 这股压力如何到政府自己的部分 到我们社会的部分 这是必须大家来扩散的 刚刚台北太子有一个朋友提问说 为什么气候的因素 能源的因素 都不会变成大家讨论的主流 它当变成市场机制的时候 这个是很现实的 台湾的社会准备好吗 我们看到 从去年我们中心的调查 跟今年3月 台湾永续能源基金会的调查 有非常高的民众 有非常多的民众 不清楚我国主要的发电方式 更惊人的是 去年我们的调查里边 30到39 40到49 台湾的中壮年 有超过51%的民众 受盘者认为 台湾主要发电是核能发电 这样严重的能源认识的 我们应该讲说不是不对的误解 造成如何让我们台湾 进行顺畅的能源转型 我们必须要高度的发育 我们必须要高度的发育 所以我们对去年公投 公投里边的第16案的结果 我们也表示怀疑 我们也表示怀疑 第二个就是 根据台湾永续能源基金会 今年3月最新的调查 会担心台湾缺电的民众 比例还是非常的高 但是2月的调查 台中间另外一个相对调查 如果政府的供电稳定的话 支持非核家园的比例是拉高的 那我想我们现场有支持核能的朋友 我们也有反对的核能的朋友 我认为这些都是要静下来讨论 而且讨论的架构 不会再只要不要这样的能源 要不要那样的能源 那样能源好或不好 我是认为要拉到我刚刚讲的 台湾在未来全球发展趋势里边 它的架构到底是什么 是一个核色经济发展的趋势 还是一个低碳社会发展趋势 我们要给未来世代的子孙是怎么样的架构 这一张是在凸显 如果说在电价的上涨您的接受比例 我想各位可以看到 2020年施户的电价大概2.7到3年块 大概占一半 那你愿意提高电价的原因是什么 保护环境 我们过去的文件有问到 愿意让未来世代有更干净的环境跟能源 那比例就非常高 80%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台湾其实是非常重视世代的正义 可是这些都没有出现在我们的政策里边 好 那这个是我们跨年的研究 2012 2015到2018 有我或是我们中心跨年的研究看到 在2012年的时候有接近70% 2015更高的民众 在2018年的调查是稍微往下掉 愿意支持再生人来取代核能 那核能和争议我刚刚提到 是台湾内部的一项争议 那这个需要大家来做一个审慎的讨论 那对碳税和课征增加了厌医的程度 好 台湾的社会准备好了 全世界的能源转型 能源民主 都是电业的自由化 都是让能源 让公民有发电的权利 而不是垄断在大的财团 垄断在独占的国营企业里面 这是全世界的 各位可以看到 台湾现在已经走向这样的一步 台湾现在 这个公民电厂如雨后春笋 能源局在前几个月补助了19加2的 这个公民电厂的一个发展 还是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 能源转型也会遇到相当多的抗争 无论对这个森林保护的抗争 无论对鱼电共生 对湿地的抗争 我认为台湾都要尽早启动这样的对话 它一定有决绝的机制 从国外的经验里面 社会抗争都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曲线 所以如果我们透过政策工具 透过更多的讨论来解决能源转型的内部问题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 政府准备好了 好 我们可以看到 过去执政党 无论是谁执政 都非常的积极的 我们应该用积极刮护起来 提出了减碳跟调试的期程 但是事实上都是严重的delay 我们只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温室系理管制执行方案 第一期应该要在2018 1月1号开始执行 是到今年的5月6号才核定 新政党才核定 在调试的部分也是一样 调试的方案也是在2018到2022 是下一个阶段 到了9月才核定 我要讲的就是说 不是只有严重的delay而已 而是根本就是刑事主义 我们的部会里边的同仁 非常辛苦地在填了 这些减碳的资料 调试的资料 可是我们的整体的政治运作 政策运作 并没有滚动起来 并没有滚动起来 各位可以看到 那地方政府的这个调试 跟减量的这个计划 也都是刚刚才递到行政院 都非常的慢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台湾除了这样的一个 辞职的治理之外 还有非常严重的这种 缺乏部会整合 缺乏中央跟地方整合 还有这个很严重的行事主义 就是大家填资料 被要求填资料 各位知道 现在气候调试跟减碳 都知道環保署里边 如果環保署的力道 可以去指挥其他的部会 那这就神奇了 所以我认为是说 那这样的一个架构 再加上我刚刚讲台商回流 如果这个我刚刚讲的 我们的政府 在这样一个治理架构底下 再根据最新的台湾 台商回流的趋势 我认为政府 应该真的在减碳跟调试上 都要重新考虑 对资源耗用多寡 跟附加价值高低 来审查台商的回流 政府治理架构不能继续限 五千的思维 那这个我就不用重复讲 台湾应该走向 耗用资源低高质化 跟创新研发的一个产业发展趋势 这会体现在我们的政策 我们政策到底有没有主流化 这是《经济日报》的社论 制造业脱胎换骨 因为中国那边 藤龙换鸟是失败的 所以我们应该用脱胎换骨 这个名词 台湾有没有脱胎换骨 这样的一个机会 这是我们要看的 一样来谈这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我们继续陷入 在这样的一个思维 就会产生问题 所以我们这份报告书 最重要对政府自己的变革 我想有几项 第一个就针对过去的 气候跟能源的政策 不是政策的主流化 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 必须要扭正 所以我们建议政府 应该要启动气候行动内阁 就是各个部会 在做决策的时候 都必须要有能源跟气候排碳的因素 行政院应该是要以一条龙的制度 我们过去 曾经有报纸访问过挪威总理 他们对气候的减碳 基本上是一条龙 从各个部会来抓 然后行政院应该类似 重视科技发展 行政院科技汇报的层级 成立一个气候变迁汇报 这样一个层级 能够让我们的部会 在一个行政院长带领的这样一个气候内阁里边 真正审视我们在能源 我们在运输 我们在建筑 我们在制造 我们在家户 我们在服务业 这边的减碳跟调试 这样要动得快 因为它面对的不是只有灾难的问题 它面对的是全球的市场机制已经在变迁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认为 就是说我们主张要修订气候变迁法 这个我待会再讲 就是说我们认为总统府应该在修订气候变迁法 各位知道台湾要立一个法修一个法都非常久 台湾总统府应该类似年金改革委员会 成立气候行动委员会 来召集各界召集各个世代 尤其青年世代弱势团体 还有产业界代表 来规划来思考 国际上目前已经以2030年OSDG 2050年这个深度减碳为期程 来思考台湾未来的发展的措施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 我认为这样一个召集 第三个我们建议是说 政府既然现在对于电力的发展的信心 已经比较够了 认为电力的发展也提出相关数据比较稳定 应该尽快来召开气候公民会议 因为能源的转型 它会牵涉到能源的贫穷 它会牵涉到能源税所得再分配的问题 它会牵涉到青年世代的问题 它会牵涉到非常多的市场机制的问题 我们是能透过一个社会民主的机制 让大家好好来讨论 这样的台湾未来的发展契机 那当然我也不希望看到 我们在这张气候公民会议 又是在炒 要不要使用某一种电 那是没有必须的一个说法 另外一个第四点对政府的主张 除了刚刚三角的主张 我们建议政府应该要修订气候变迁法 因为自从2015年来 气候变迁 温室气体减量及管理法 立法以来 我们的气候的调试跟减缓的政策 并不够主流化 并不够路线 都太慢了 那我们认为应该 今天有我们英国代表处的副代表 我们德国代表处也有派同仁来 我们应该仿效英国 在2008年制定所谓的Climate Action Act 根据这个Act 他们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气候变迁委员会 这样的一个气候变迁委员会 基本上是来集合審定跟规划行政内阁的 对于气候跟能源发展的架构 德国也有这样的模式 我们看到英国是应该这样的机制 所以他们能源转型的态势 是这样的一个架构 就是他们的煤 从201240几%到2019 到现在不到2、3% 他们天然气 从当时的20几%现在走向40几% 这跟台湾目前能源转型的路径非常相近 我们中心一些相关调查也说 天然气事实上是很多国家 在能源转型很重要的中间工具 他们的再生能源 也从3点多%拉到接近20% 他们保有20%左右的核能 这是英国的前景 所以这样的一个架构 气候公民的会议的架构 也就是根据 我想我们的呼吁也不是我的方式 而是政府应该根据能源发展纲 2017年4月公布能源发展纲 尽快地来召开这样的一个政策沟通 包括气候公民会议的一个机制 我在2017年3月刚好有一个机会 很少的机会进到行政院 当时要制定这个气候能源发展纲 只有三个支柱 我认为说应该加上社会公平的机制 社会公平的机制包含世代的公平 包含社会的公平 包含能源的国通 包含能源的民主 我认为因为能源转型跟气候转型 真的牵涉到了我们刚刚看到的能源素养的问题 需要社会多的讨论 社会公平的问题 能源品种问题 青年世代问题 要不要在这样的架构底下 有未来世代的代表 我们甚至要不要在总统府层级 或行政院层级的相关的议会里边 要有青年世代代表 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重要 好 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什么是台湾的愿景 什么是台湾的愿景 好 我们可以看到 这就是全球的愿景 德国的气候变迁委员会 Germany Advisory Council on Global Change 他们在2011年公布了一个非常重要文件 就是Ward Intransition Social Contract for Sustainability 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文件里边去架构 如果我们能然奠基在今日的社会技术 而且它是奠基在化石燃料的燃烧上面 这样的体系已经快崩坏了 德国应该未来赶快准备2030年 2040年 2050年他们在能源 土地 都市跟制造 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走向 去实现他们的低碳环境 我们的这一个 事实上我们有三本里翻译出来 我们这一份报告书 事实上是非常仿同这样的一个精神 各位可以看到 除了德国这样的一个发展 全球都在2050年的深度减碳为期程 这是全世界的Vision 有一个国际的学术组织 叫做The World in 2050 我建议各位同仁都可以上网去查 TWI 2050 他们也是在架构 未来全球到2030年的时候 依照SDGs的期程到2050年的时候 深度减碳的期程 全球发展的态势会是什么 根据最新的Nature Hazard的报告 如果台湾不进行急速的减碳的时候 我们到2050年 台湾会有200万人被淹没 这是一个非常骇人的数据 所以我们必须要重新来思考 根据TWI 2050 他们今年最新的报告 9月决定的报告 他们认为要用数位的工具 来进行转型 这细部我们都不谈 最重要的是去年IPCC 发表了一个特别的报告 我想这个非常多的 包括王主任他们都在谈这件事情 全球必须要进行快速的转型 急速的转型 否则它影响的冲击会非常大 影响到了灾难的问题 影响到市场机制的问题 所以我们根据这样的架构 这是我们全文的封面 欢迎大家上来看 我们在我们的政策报告里边 提到六个政策的组合 包括永续电力市场 工业节能 地方治理 产业势治理 绿化资本油 外部成本内部化 我们设定的低中高的目标 设定这个目标是说 月季的目标 我们2025年 事实上 我们能不能减碳10% 我们再生年到达20% 到了2050年 我们是不是能根据温管法 我们的减碳 以2005为期程 减碳50% 或是说 我们要有更高的野心 我们2050年 台湾有没有碳中和的机会 有没有碳中和的机会 好 那这就是我们在设定的讨论 那最后一部分就是能源转型 基本上是非常艰困的社会工程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国内长期在辩论 那这样的社会工程里边 我还是回到这个三螺旋运动 我们真的要重新来审视 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 社会发展的S曲线 我们到底要使用什么样的能源 是永续的 我们到底要发展什么样的产业 是健康的 是永续 是活力的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的空气 OK 各位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们在社会科学上 经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 台湾发展再生能源 即使2009再生能源发展条例通过以后 到最近再生能源发展速度实在是太慢了 我刚刚跟各位报告 我以为南海还落后于台湾 但是我错了 南海现在已经朝前台湾 加上水利 我们到现在只有5.56% 大家去问一下 为什么我们的再生能源发展这么慢 到底是我们的什么架构 让我们再生能源发展驱动这么慢 是因为再生能源太昂贵了吗 还是是因为大家认为 还续续使用低的电价 使用核能 或是使用煤矿 我觉得这是大家今天可以提出来讨论的问题 这里有很多能源经济的问题存在 这张宠物就是在东亚里边 GTNT里边加上泰国加上丹麦加上台湾 台湾是远远落后 其他国家在绿续发展 这我就不用重复 这个是 这个 再给我三分钟 OK 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执政党 根据公投之后的修正 我们的整个电力的发展曲线 各位客人这一条是南美的发展曲线 这是天然气未来发展曲线 这是再生能源要拉起来的曲线 常常很多朋友是说 目前的发电是已废发电 我想这个是可以来检讨的 事实上在2018年 明朗执政这段时间 比2015年的美的发电是多了一成 不是两成 曾经有这样的数据 但是它对于用电发电的度数贡献 各位客人在2001年 煤矿发电是49 所以台湾的能源转型 其实是往前 是往前在冲 那当然可以做不一样的修正 可以做不一样的修正 可以做不一样路线的选择 这个我承认 大家可能还是要来认真思考 这样的发展曲线 它的利益 它的冲突 跟它的发展是什么 根据最保守的支持核能的国际能源总署 最保守的一个总署报告 2019年最新的报告 未来五年的再生能源的发展 未来五年的再生能源发展 会逼近 而且会跟煤矿 煤电 以煤发电的发展是同样的数据 会产生 在2024年会产生新的交叉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在跟各位一样 我们就要提醒我们自己 这不是只有能源技术跟发电的问题 它产生的是一个新的能源经济体 新的能源的服务业 新的能源经济 跟新的低碳社会的一个发展曲线 各位在想要R100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准备 好 这张图秀的是 风电的发展跟Solar的发展 是处处拉高 那核能发展是比较慢 在这间区幻 各位可以看到 那这个是这个 另外一张是这个价格的问题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再生能源的价格是往下档 那核能价格是往上升的 这是国际的数据统计出来的 可以看到 好 这张可以来让我们作为 这个他山之史 可以共存 日本的这个太阳能PV 在2012、201的时候能量非常低 各位可以看到 日本到了2018的时候 它的这个再生PV 太阳能已经冲到了6%左右 那各位都要看到前一张 日本总体再生能源已经冲到10%左右 所以各位 我们回到前面那一张 必须要强调它是不含水力的发电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风冷的发电 这个风冷发电 台湾有没有机会在2025年的时候 佔比 风冷占比达到7.5% 台湾有没有机会在亚洲里边取得 离岸风电的这个制造业的产面 在国内有非常多的辩论 有人非常不同意 有人非常的同意 我觉得这是台湾需要的内部 那我们请问的一些能源经济学家 这些能源经济学家都认为 这是应该台湾付出的成本 那当然这是可以辩论的 好 那最后一张就是回到刚刚一样 就是在这样的架构 英国的发展曲线 重复来讲 就是台湾可以学习的发展 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去处理 美的问题跟再生能源的问题 这个我想大家可以 好 回到刚刚这一张 我们低中高的起程 台湾到底要怎么的愿景 我觉得我今天抛出来 让大家一起来思考 也是我们政策报告里边 如果我们还在这个 核色经济的S曲线里边 它就是一个低度的社会对话 一个高度的社会冲突 低度的社会学习 低度的能源素养的状态底下 到了一个S曲线 往所谓的低碳经济 環境友善的 它是一个高度的社会对话 社会学习跟能源素养 所以我一直呼吁 我们政党的决策者 各政党决策者 应该真正来重视 我们新的一个发展曲线 我认为 最后一张Slide 台湾是有机会 从地方 从国家 对于区域跟对于人类 进行贡献 我想这是我们对未来世代的 一个愿景的期许 谢谢各位 好 非常谢谢这个座教授 一个非常全面 而且非常深入的 一个 对台湾能源转型的一个整理 那我相信 各位听了以后 这个心里一定会有很多的感想 那个 同时也 呼应了一下 我们 多年前一阵子 飞出来的什么 政治减碳 政策建议书 这种事情 因为 我们刚飞出这个政策建议书的时候 很多 误会都说 哎 那我们这个在简单 我们这个在规划 我们这个在这个 天天做表 在想这个事情 什么 还有对这个事情 第一个你误会 我们一面说 你们在做事 什么 我们讲的是深度凝碳 就是 刚才都讲的说 台湾有没有2050年 达到碳中 这个是非常严肃的目的 欧洲很多国家就提出来 他敢提出来 他有 又表示他有一个信心 有很多 那现在就看完 台湾是怎么做 好 那 另外时间的关系 我们接下来 还有两个演讲 第一个 我们请 这个英国在台法制处 代表 毕登安先生 Mr. Andrew 长沙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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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